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共研幅最新的调整路头史诗级加强了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不禁想要唱一首歌啊 终于等到你 其实我早放弃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边会慢慢的细数这个路头的 不同程度的加强 首先开街 游戏开局的时候就有勾 这个勾呢是没有伤害的 可以看到没有伤害 那么这一刀打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钩也不会增加任何的存在感 但是这一钩可以破盾 园丁的盾,先知的盾都可以破 但是没有任何的存在感 好,我们这边把这个医生打倒 那么其次呢路头的一个移速 也是有稍许的这个增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移速会比以前快那么一丢丢 然后它的一个抗性啊 被板子砸的一个抗性也增加了 同时有一点就是以前路头的蓄力刀是非常弱的 现在蓄力刀的一个范围增加了 并且呢它的一个后摇减少了 就是你蓄力打一刀 后摇可以结束比较快一点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一钩,哎呀,这个距离好像不太够 刚才有交个闪现可能够了 来,我们这边用蓄力刀打一下看看啊 找好,这个距离打蓄力刀 诶,躲 我怎么感觉好像还是很近啊 再来 诶,还行 还行,比以前好 以前这个小鱼竿真的是 怎么打都打不中 好,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二阶的勾呢 跟一阶的勾不一样 一阶的勾是没有伤害 二阶的勾呢 有一半伤害啊 就四分之一伤害 你看,哎呀,有四分之一伤害 好 那么这边马上就要开三阶了 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再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勾,以前我们勾到墙上面,它是会有一个移过去的,对吧 现在呢,这个速度变快了 哎,过去很快,看到没有 感觉像跟闪现一样 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到了三阶之后,这个勾就有一个别的用处了 它可以变身为蜘蛛侠 知道什么叫蜘蛛侠吗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把 这里先打一刀开个三阶 好 我们蜘蛛侠去找这个圆钉 勾 哎,好 再勾 哎,贴近 一勾勾过来 打一刀 哎,看到没有 蜘蛛侠 啊,它这个是 只要你没有勾到人 或者这个勾没有空 勾到任何的建筑物 你都是可以快速移动过去的 并且呢,它可以持续两次 等于说你可以勾三勾 第三勾只要不空就行 就像这样 一勾勾过去 再找蜘蛛侠 哎,好的 最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快到了 我们再做一个短距离的一个位移 小小的跳过去 来,我这边再试一下蓄力刀 一刀 那这个路头感觉真的有机会上场了 这一波改动之后 整个路头的一个强度是大大提升啊 因为一接有勾之后呢 它的一个抓人不会像以前这么难抓了 虽然说没有伤害 但是勾过来 只要普通攻击一刀打到 可以快速升机 还是非常不错的 加上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加强移速 包括抗性 包括蓄力刀的一个范围 整体上来说 路头应该是 算是一个真正史诗意义上的加强 那么这边的一个具体说明呢 就给大家做到这边 后续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实战 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关注同学 记得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